Big Bang来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Into One Patrick 尹浩宇 欢迎Into One 尹浩宇 做客我们的专访间 最近亮相品牌活动它 一如既往的帅气名人 和我们聊起时尚新得来 更是颇有一番专业的架势 不愧是一直走在潮流强崖的Patrick 还有浩宇小朋友的童年去世 以及成团一来学中文的日常 等大家来解锁哦 快来一起听听吧 今天我来这里我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觉得 时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然后可以一起分享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想法 对时尚是什么 希望你们可以看到 新的那种风格吧 新的想法 还有新的方法可以搭配衣服 还有 真的很开心来到彼斯特 是因为彼斯特他们跟我一样 他们很喜欢那种探索 然后我也很喜欢探索新的风格 我觉得我平时要穿那种很简单的衣服 可能是黑色白色金色银色 但是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个outfit 是有黑色红色绿色 这个最开始我觉得 有一点可能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我试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 真的真的很好看 如果是男装的话 我觉得我很喜欢米卡的outfit 因为他给我那种很90年代的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复古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好 我很喜欢 最开始我需要先问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比如说我今天选了一个衣服给周克宇 他很喜欢黑色裤子 我那天看到他穿了一个很花的那种的衬衫 所以我选了这个 然后很大的一个外套 很长的外套 因为它很高 我觉得我们需要看我们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人 他们喜欢怎么样的风格 然后就可以用那种适合的小的东西搭配 如果是博元的话 我看到博元很喜欢穿那种颜色的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不要用很多颜色给补人 因为他是一个很bright的那种的人 如果是米卡的话 我觉得他穿了很简单的衣服 跟我一样很简单 但是他又很喜欢看shape 还有它是什么样的quality的衣服 他是这种对他很重要 是是我很喜欢 最近买了一个一架 因为我买了衣服 然后不知道放衣服在哪里就买了一架 就是可以放衣服在一架 我觉得是小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别人他们在穿什么 然后我也很管我自己在穿什么 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红色的裤子 我非常喜欢这个红色的裤子 我就是每天在德国就是穿那个红色裤子去学校 然后呢我就来泰国对吧 因为在泰国我们有school uniform 学校的那种衣服 所以我们真的穿我们自己的衣服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很特别 我就是要找今天要怎么搭配 然后就是开始想一想更多的想法 去看更多的人 所以我就是到今天的时尚的想法 我就是希望可以找到新的运动的项目 比如说我要参加卡丁车 我之前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去卡丁车 就试一试 然后就发现很喜欢卡丁车 真的很好玩 所以希望在这个节目就可以收到更多的运动项目 那你自己过来说的卡丁车车 还不想要发展什么 射箭 我很想试射箭 因为我们拍 Into the Fire 的 MV 的时候 我的运动项目是射箭 所以想比赛 试完了可能一个两个 但是它飞去不是一个目标 它就是飞去别的地方 最近我觉得我生活在中国很好玩 因为哥哥们他们一直有那种很好吃的食物 就给我试一试 对我觉得很好吃 还有如果我们出去的话 我要每次就是尽量找到汉子 汉子 那是错了 对不起 汉子 因为我最近在学汉子 别笑 出去的话就可以猜它是什么样的汉子 怎么读它 最近让你这一场生的那个汉子怎么读 我觉得在今天学一个汉子 比扬 扬扬面的那个扬 其实很难写 对 但是我在今天 我觉得很好玩 今天有位的名字 可能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但是博远跟它每天有很多那种面条 非常多 每个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从不一样的城市 因为每个城市就有自己的那种风格 对吧 就每天是 对 非常好吃 就说面条吧 每个面条我都可以吃 是是我觉得在网上的那种视频很好笑 还有我们可以找到跟他们一起学中文 对对对 因为他们用了很年轻的词 很网络的那种的词 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中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 我觉得可以每天继续努力 然后要进步 我其实觉得 聊天还好 可以更好 成语还好 可以背的更多 汉字呢 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可以更好 要进步 要努力进步 再学 应该是大可不必吧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很细静的东西 其实不用做 我朋友就是 你 哥 不是哥 我是弟弟 弟弟 大可不必 你不用做这样 我看到在网上我粉丝他们做公益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最近我们有疫情的情况 然后他们就是用爱做公益 就帮别人 我觉得很好 也给我鼓励 就是继续努力 人帅心善还超可爱 这样的int1引号与你爱了吗 Patrick的学中文大计 还缺一个认真在他微博科普的你 当然也别忘了支持int1超好听的新高 单曲循环 走起